這次故事有什麼主角呢? 長頸鹿阿伯飛船 是 那你先介紹他們吧 長頸鹿是怎樣的? 長頸鹿呢 就剛才給的飛船 由頭呢 長頸鹿在聊天 然後 然後 他就回了自己的家 然後 有隻飛船 在天上飛過 捉了長頸鹿回去 還困著長頸鹿 用阿伯的大後鑰匙 還困著長頸鹿 然後阿伯一聽到 就馬上行動去救那隻 長頸鹿 然後他就 他發現手塗得很窄 然後 他呢 就呢 然後 然後 他 我用他的長頸鹿 一 就去龍 然後 就看著 進入電 那個時候 他發現 他整個套不見了 然後 呢 他就走入龍 然後 龍 變得很漂亮 很實 然後 我 就 放了他自己 最深 最美的家 說完了 出完節目歌要說什麼 多謝 拜拜 我再請一次 謝莫哥 唱謝莫哥 啦啦啦 大大聲 謝莫哥 啦啦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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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唱完謝莫哥要說什麼 又要我再提醒你一次 多謝 多謝 拜拜 再來一次 連續 唱謝莫哥 啦啦啦 吧 拜拜 他漏了些東西 多謝 多謝 草草 對啦 那鴨仔是他的誰 朋友 對 鴨仔是男生還是女生 男生 對 那鴨仔是吃什麼的 鴨仔 鴨仔 我不知道 那鴨仔喜歡做什麼的 鴨仔喜歡游泳 你看他帶著什麼 我不知道 剛剛沒有帶東西 是不是水泡 下面那個 對 那鴨仔 那鴨仔是誰 是飛船 飛船 上面是怎樣的 有個環 前面 還有牆 飛船是怎樣的 你拿起來看看 前面 大大你說飛船是怎樣的 什麼 2 2 2 biliyor